好 各位万门大学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的学习课堂 接下来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第15讲的第三小节内容 叫资本结构理论的其他理论 那么之所以归到其他里面就是说 就是什么 介绍的是除了MM理论 也就是我们15.2介绍内容之外的 其他的一些关于资本结构的一些理论这个论断 一些咱们著名的公司财务的研究人员 以及一些经济学习关于资本结构得到的一些重要的论断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集中的讲解 那么我们讲资本结构 从最早MM理论推出之后 一直到现在比较成型比较成熟的理论 主要包括这样四个 除了MM理论 包括还是包括权衡理论 代理论 信息传递理论 和融资优系理论 其实咱们今天这一讲课 更多的是偏一些理论的讲解的一个课程 那么其实如果是对于我们初学来 来说呢可能是觉得这个听完之后呢可能也就这么回事了 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多年学习财务理论的这个这个研究者呢 我们就会如果是听了这堂课呢会深有体会 因为他非常系统的全面的去介绍了一下 我们公司财务里面关于资本结构的一个研究脉络 这个我记得我当时我们在这个研究生课程里面 包括博士生的这个文献课里面 也老师们都对这一块内容进行了专题的讲解 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话 在老师讲解这些理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把我们这里面的著名的一些 这个经典的一些文献呢 都可以通过这个织网或者是Google Scholar 去挖一挖这个英文原文去读一读 去体会一下体验一下 这个每一个理论背后 这个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那么我们也言归正传啊 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授课内容本身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MM理论我们是已经在5.2已经重点介绍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权衡理论 那么权衡理论 我们首先讲一下它的概述内容 什么叫权衡理论呢 我们英文里面权衡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trade off 就是你拿捏啊 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你会权衡利弊 权衡双方的利益 那么我们同样在资本结构里面呢 我们讲权衡理论是通过放宽了MM理论 完全信息以外的其他各种假定 考虑了税收 财务困境成本 代理成本 那么所谓财务困境成本是什么 你企业由于这个债务的过多 产生了什么 陷入困境的一个可能性 所导致的成本 或者是要破产 破产危机 那么代理成本呢 其实就是属于什么 股东和这个管理层之间的 这个委托代理 还有什么 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一个委托代理 产生的一些这个成本 分别或共同存在条件下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 因此呢 我们讲权衡理论的是企业最优资本结构 他认为什么是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呢 认为是在负债的税收收益 在考虑税收利益的同时呢 还要兼顾预期的破产成本 之后两者之间一权衡 达到一个比较稳定 或者叫最佳的最优的资本结构状态 在这样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状态呢 才能联系到什么 企业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也就是说权衡理论的核心呢 他是认为什么 负债 他承认负债是会有税顿受益 还有这个咱们的资本成本降低的一些好处 他会产生一些税收收益 但是由于负债的过多 如果按照我们MMDR定理里面的这个论断呢 会考虑什么 企业借的债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是不是这样呢 你如果企业借债越多 在超过一定的借点之后呢 就会导致什么 你企业的破产成本有一个 就是你企业债务过多 会导致短期什么 常债能力发生问题 如果你某一期这个利息支付 就是你这个某一期的这个 债务利息没有现金流去抵 这个偿还的话 就会引发你的后面一系列 这个破产风险 所以在权衡里面 理论里面呢 就认为一定要权衡考虑什么 你最受收益和破产成本之间的一个综合考虑 然后再安排出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 那么我们的核心理念在这里再重申一下 就是你的企业最佳资本结构 应该是在负债价值最大化 和债务上升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 以及代理成本之间的一个平衡 此时的企业价值才是最大化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权衡里面理论里面的一些学者里面 最早就考虑到什么 财务的危机成本 那么后期呢 再把代理成本也纳了进来 总而言之呢 它归到一起呢 都把它称为就是权衡理论 就是说你在考虑资本成本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什么 负债和财务危机和代理成本之间的一个 几个因素的综合考虑 你才能得到最佳的资本结构 这是它的核心理念 那么通过权衡资本之后呢 我们之后的一些研究呢 形成了成果 我们在学术里面 又把它称为新资本结构的时代 也就是说 之前的MM理论和咱们的权衡理论 都被归为什么 新资本结构时代之前的 这个一些经典论断 那么在新资本结构时代之后呢 我们讲是学者们是 为什么把它划分为旧和新呢 就是因为什么 又有一批学者 把一些新的东西给 条件和因素考虑进来了 那么学者们呢 把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等概念引入了到了 资本成本的理论研究章里面 那么信息不对称呢 也就是强调什么 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 我们投资者 是吧 是不了解到企业真实的一些信息的 只有你的管理层和股东 可能会更了解 那相对于股东来说 管理者又更了解 你这个企业 那么这样一些信息上的交流差异的 我们想把它称为什么 信息不对称 那么道德风险呢 是指什么 企业的管理人员 在面临信息不对称的时候 比如说我掌握了 这个企业最真实的经营信息 那么股东不知道 就是监管不到位 监控不到位 你也不了解 那么我在高管的时候 做经营决策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些什么 做出一些偏向于自起 自立的一些行为产生 由于是产生一些道德风险 你比如说 盲目的扩大投资规模 他可能是 这个比如说一个企业的CEO 他比较了解整个行业的经营情况 那么他就会什么 通过扩大投资规模 有可能这个投资 前期来讲 这个可行性还不是那么强 但是为了把这个规模打大 使他的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个人的工资性收入 提高 或者是使他的这个什么 这个掌握 是股东分析他的这个工作的 这个复杂性程度增大 就做出一些比较偏向于私立的行为 那么由此产生了什么 道德的一些风险 那么把这些东西引到 把这些专业的东西呢 引到了这个资本结构理论里面呢 就等于是把以前传统的资本结构的 这个权衡 到底怎样权衡的难题呢 把它转化 转化了一种思路来考虑 就转化了成什么 结构或者制度设计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方向的转变呢 也是给我们资本结构理论的问题呢 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研究方向 由此产生了叫代理理论 信息传递理论和融资优续理论 也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都在纠结什么 纠结如何去考虑这个税收产生的好处 和破产成本怎么样去抵消 到底哪一块 这个还有包括我们的代理成本 到底哪一块发挥的作用大 那么我们之后在新的资本结构时代呢 就不再去过多的纠结于那个了 而是更多是从公司治理的 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去看 有一些是由于制度性的问题 比如你制度的安排 使得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很大 而且这个高管的这个道德风险比较高 犯这个做一些失利行为 对自己好的一些行为的风险比较高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会使你这个 影响到他的资本结构的一个变化 而并不仅仅是因为什么 为了对这个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一个考虑了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就是介绍 就要介绍一下新资本结构时代之后的 这个三个重要的理论 包括代理理论 这个论文叫这个企业理论 关于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 这也是我们财务学里面的一个一篇 这个就是我们在研究生学习里面 必读的一个经典文献 而且我们在博士阶段对这篇文章 就英文的原文就是读了不下于十遍 不下于十遍 可见它的经典程度 那么杰森呢 他的重要的贡献呢 就是在这篇论文里面 把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结合起来 研究资本结构 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就等于是把这个 原来资本结构 旧资本结构 谈资本结构 现在我们把什么 企业的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 给考虑了进来 来看这个怎么样去对公司价值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核心观点代理论 那么核心观点呢 代理论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 什么是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的分类是什么 那么在Jason和McLean认为呢 就是股份公司当中存在 两种代理关系的利益冲突和代理成本 两种关系 第一种叫我们讲管理者和股东之间 就相当于什么 在现代股份制企业来讲 都是什么 股东不直接管理企业的 那么我们股东 组成一个股东大会 那么委托什么 董事会去安排一些 这个高管去实际去操作 这个企业的经营决策 那么这样有几个成绩之后呢 我们势必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一个委托代理关系 那么由于这个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这个耗损 或者发生的一些成本呢 我们都把它归了为什么 还有利益冲突啊 代理成本我们都把它归为什么 第一类的这个叫代理问题 那么还有一类代理问题呢 叫股东和债券人之间 那么相对于什么 债券人来讲 股东对企业又更 更进一步了解了 是吧 如果我债券人 把钱借给股东之后呢 我是希望什么 这个企业是正常运营的 而不希望你去冒很大的风险 因为我更关注的是什么 我固定的这个利息 能不能收回来 那么对于股东来讲呢 钱过来之后呢 他有可能是拿我们债券人借的钱呢 去投资一些更大风险的项目 去博取更大的收益 那么由此呢 就说明你首先 对于股东和债券人来讲 他们两个是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 然后他们的利益呢 是有冲突的 一个是谋取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一个是谋取什么 风险的最小化 我只要稳稳当当的 让你企业稳当当的收益 我借你一千块钱 你按10%的年花利率给我 那我就要求什么 我对你的这个公司 这个盈利情况 没有更多的要求 我只要求什么 你眼底能把 这个100块钱的利息给我 是吧 那么对于股东来讲 我借到钱之后呢 可能就是 更多去考虑 如何去赚更多的钱 去冒更大的险 所以这里面是存在一个 利益冲突和代理成本的 所以这样两类呢 我们讲 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呢 就是使这两种 代理成本的支合 达到最小值 的资本结构 如果是这个 两个代理成本 支合达到最小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这个企业价值 达到最大了 因为你 这个代理之间 没有什么摩擦了啊 就 肯定是什么 导致了我们的企业价值呢 会更大 这是我们代理理论里面的 核心观点 那么第三个呢 是讲信息传递理论 那么信息传递理论的概述呢 就是他的这个 讲的是什么 企业的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主要是考虑到信息的不对称 那么他认为市场的投资者呢 只能通过企业表面的信息来分析 对收益的进行估计 那是何谓表面的信息呢 其实就是企业通过公开途径 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你企业每年年底 对外公布的这个年报 还有一些什么 你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上市公司 证监柜要求你 对重大事项进行披露 对外披露这些信息报告 还有包括你公司的网站啊 你自己对投资者 公开的一些信息 表面的信息 我们市场上投资者 只能有这些信息 那么对于企业本身 在运营过程当中 一些真实的信息 没有批诺的信息 我们是了解不了的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呢 对权益进行个估计 那么这样就使得管理者 可以通过资本结构的选择 来改变市场对企业收益的评价 进而改变企业的这个市场价值 那么如何安排资本结构呢 因为这个资本结构我们讲 在企业的年报里面 你是必须按照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 公众公司的话 你是必须要进行披露的 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投资者 比较关注这个资本结构的组成 把它当成一个有效信息之后呢 进行个分析呢 那我们讲这个管理者就会什么 也会了解到这样一个动向 就会通过资本结构的一个安排 来传递一个什么 某一个信号 让投资者进行分析 你比如说如果投资者认为 一个企业负债程度越高 在同行业里面负债程度越高 可能表示你这个企业 有更多的投资计划 而且市场信誉也非常好 能够借到钱 那么我们讲 他就认为这个市场前景是好的 所以就觉得这个市场价值非常高 那么我们企业呢 就会相应的就是说 为了迎合投资者 他有可能就会把资本结构里面的 债务比例进行一个提高 所以这就是通过什么 资本结构来传递信息给投资者 也就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 这个本质的一个东西 就是信息传递里面传递的 那么他的核心观点就是 企业的债务比例或者资产负债结构 是一种把内部信息传给市场的信息工具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资本结构是作为一个什么 信息的来源 就是相当于我们 把它当成一个从信息观的角度 信息批入的角度 去考虑资本结构的安排 那么负债比例上升呢 通常来说是一个基地的信息 它表明经理者 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的期望 然后呢 因为因为为什么 如果是对未来收益 没有较高期望的话 他就会选择什么 用自己的资本 用自己的资本 因为我们这里考虑了什么 企业在发展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因为对外的 对外借债的这个资金成本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如果我不是对未来收益 有很高的期望 我一般不会轻易对外举债 那么这样的一个传递债务的 这个债务的这个上升呢 会传递给投资者 一个信号 就是让什么企业的经营者 对企业信息非常足 因此呢 我们讲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高负债率向投资者传递的 企业价值较大的信号 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 传递信号建立成立的话 那我们讲企业价值呢 与负债率的高低呢 就会成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说 当你的负债率越高 可能导致你企业价值的 这个会越高 这是在 就是我们的信息传递理论的 一个核心观点 那当然也不一定 就是说负债比例高 就一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咱们也得 这个分不同的情境去考虑 在这里 老师讲这个观点 或者是 只是在说明一个什么 原理性的 就是说 你通过资本结构 里面的负债的一个变化 或者权益的一个变化 如果投资者 能够识别这个信号 然后对应的 去对市场的 对这个企业的市场价值 进行一个不停的估价 那么 我们这个讲 这个整个过程 信息传递的过程 就是我们信息传递理论的 一个核心观点 这只是我们 信息传递理论里面的一篇 其中的一篇 重要论文的一个观点 觉得负债比例上升 是一个好的 也有可能 在不同的 这个 咱们讲制度背景情况下 你中美 也有可能不一样 有可能 咱们中国市场认为是什么 股权比例上升 还是考虚 你对于不同行业 也不一样 所以 这里面呢 大家就不要纠结说 到底哪个是好的信号 哪个是坏的信号 这个都是 不是我们在这里说了算 而是应该通过什么 咱们的这个 这个 从上市公司里面取得 从公开数据里面 能取得到大量的数据 进行这个回归之后 我们才能够确定 到底哪个是好的信号 哪个是坏的信号 那么在这里 老师主要是想给大家 这个说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说 这里面 信息传递理论 更多是强调 把资本结构 组成当成一个信号 去和投资者 进行一个交流沟通 从而影响到 它的企业的资本结构 这样一个东西 第四一个 是也是最后一个 咱们的经典的资本结构理论 叫农值优序理论 那么农值优序理论 是由梅耶斯1984 也是一篇重要的利润 论文 同样也是我们财务学里面 经典文献 这个我们也是在文献课里面 进行重点学习的 就是说 企业知道投资 所不知道信息时 融资和投资的学者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实际上它是沿用了什么 我们前面三里面讲到的 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技术之上 也就是说 根据信号传递的原理 再去推出了它 根据 由于信息 不对称存在 使得企业在 融资和投资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 这个 差异 差异啊 那么也就是 在这里 让一个技术之上 提出了他们的 优序融资假说 那么优序融资假说呢 核心的一个论文的观点 就是说 公司倾向于首先 就是在面临融资 决策的时候呢 公司首先会倾向于 采用内部筹资 也就是先把什么 前内部的未分配利润 留存收益啊 拿出来作为我们的 资金缺口的一个填补 那么其次呢 如果是内部的资金 用完了之后呢 才会考虑到外部的筹资 那么公司 在考虑外部的筹资的时候呢 我们讲就有两种选择的 一种是债务筹资 一种是什么 股权的筹资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呢 公司应该会先选择 债券融资 再选择 其他外部股权融资 这种筹资顺序的选择呢 也不会传递 公司股价产生比例 影响的信息 这是我们这一篇论文 就是仅仅是这篇 梅耶诗1984这篇论文 里面提出来的这个观点 叫优序融资假说 那么对于我们讲 融资优序理论的核心观点来说 它首先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述啊 就是考察了不对称信息 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发现这会促使企业 尽可能少的用股票去融资 因为企业通过发现股票融资呢 会被市场误解 尤其在这个西方的发达市场 你如果是企业 在能够借到债的情况下 肯定会优先 我们讲是吗 他得到的这个结果 应该是企业是吗 应该是先 按照正常道理 为了节省这个融资的资金成本的 这个大前提下呢 你首先是在 首先会用什么 内缘融资 其实是债务融资 最后才会使用资本成本最高的股权融资 那么 那么如果投资者也 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这是一个铁定的规律啊 我也知道这样一个 你肯定这个企业不是 不是这个 非理性的投资 非理性的这个决策者 那么如果你发行股票 就说明你实在是什么 就我我作为投资者来讲 我就很可能会认为你 已经对外借不到钱了 或者你自己内部已经没钱了 你才会想到什么 到市场上来 通过发行股票来融钱 所以呢 就会被 如果你特别是发生 大量的这个股票融资的时候呢 就会被市场进行误解 认为它的前景不佳 那么由此呢 新股发行总会使股价进行下跌 但是呢 多发债券 我们讲 多发债券呢 又会使企业受到财务危机的约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企业资本的结构的顺序呢 还是先内缘融资 然后债务融资 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那么他这篇论文所描述的场景 也就是这个资本市场场景 是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 那么美国跟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差异呢 可以说也是非常大 所以对于我们当时在学习这篇文献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提出来了 就是你这个融资优序理论呢 可能放到我们中国来说呢 就就就就可能有些说不通的地方啊 有可能咱们讲这个 后面大家得错得出来的结论呢 大家一致就是认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资本市场呢 还是属于初级阶段 然后很多这个我们讲这个上市融资呢 属于一种什么戏谑资源 因为这个政府每年会控制什么 IPO的这个数量 所以呢导致一些企业 一旦获得上市牌照之后呢 就会这个什么 违背本身就是企业 企业围绕着本身的这个业务 资金缺口去进行融资的这样一个初衷 而是什么 产生一些圈钱的这个 这个不良行为 不良行为 所以可能来说呢 由于制度的背景 还有咱们这个发 这个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不同呢 这个融资优秀率呢 在这个 咱们国家呢 可能还不是能够一一对应上 但是呢 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对于发达资本市场来说呢 一般来说 这一条是比较 比较什么 比较有效准确的一条规律 就是你企业 应该是先要内源融资 然后再为融资 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那么 我们 作者在提出 就是梅耶斯 1984在提出 这个融资优序理论的时候呢 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 这个 单词 组合 词组 叫 packing order salary 也就又可以称为 叫卓序理论 那么通过这样 卓序理论呢 大家为什么 为什么把龙资优序理论 又可以称为卓序理论呢 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那么我们讲卓序 老师在这个 网站上也查了一下 什么叫卓序 卓序 那么卓序呢 其实生物学里面的一个 这个名词啊 就是说 指群居动物通过争斗 获取优先权和较高地位 等级的一个自然现象 那我们把这个卓序理论呢 给引到财务学里面呢 就演化成什么 企业在进行 融资决策选择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 优先的顺序 先是内源 再债务 最后是股权 那么 这是 老师在这里 把这个packing order 给抛出来呢 也是想通过这种形象的 这个 比喻啊 来够加深 大家对 融资优序理论的 这个印象 啊 那么 通过介绍这个 最后一个 这个融资优序理论呢 咱们就基本上把这个 咱们资本结构里面的 五大 基本 常见 重要的 这个资本结构理论 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清听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